很多人都在说说中国的体制缺了中国共产党肯定有问题 那是纯扯的 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的他的拥有的条件是全中国全世界 大概是最好的 朝鲜的虽然也是独裁统治 但是朝鲜没有什么财富 国家太小了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源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拥有大量的财富 中国拥有大量的资源 中国其实人数也多 而且中国人都有一个努力向上的一个劲头 所以中国其实拥有的条件 在我在全世界各国里面 坦诚的说就单从工作 努力想工作努力想挣钱 努力想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自我留给自我时间最少的种族来看 我在全世界经历 包括非洲亚洲欧洲美洲 就是中国了 所以中国其实中国的人拥有这个基础 他们的动能生产力自主自发的能力 我经历过的国家里 最棒的 中国共产党是管理统筹能力最差和最烂的 换了任何一个统治 只要不是说完全的封建跟完全的独裁机制 不恢复成帝制 理论上都比中国共产党要做的强大得多 原因就是起心动念出问题了 中国由任何一个政府的民主化政党来统治 都一定比共产党做的棒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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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化的一个特点叫竞争 叫竞争 也就是任何一个在执政党 都要面临在野党的很多的相关的威胁 对于地位的威胁 如果执政党不能够做出对人民有好处 特别是能够发现执政党把这个国家的财富 把人民的财富变成党的财富的时候 在野党就一定会通过这个抨击的 而且在野党在全世界的机制是极自由机制 我愿意我就可以在美国成立一个党 没有问题 大家就可以去支持我 就可以去选举我 然后我在美国成立这个党 如果发现了现在的执政党 有任何的问题 黑料我只要接出来 可能马上这个党就会被司法系统 整体的处理掉 对提前下台 整个内阁提前下台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一个 所以呢 中国只要是变成民主机制 再说一遍啊 中国只要是变成民主机制 出现了执政党跟在野党 出现了党之间的竞选跟竞争机制 百分之百比现在中国共产党做的好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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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竞争机的这个党就完蛋了 意识到了 邓小平 江泽民 都清晰的意识到 所以呢 为什么叫民主集中制 他要在党内过集体生活 要搞一个所谓的民主制度 来去约束上层的一个力量 要几股势力去均衡 约束上面的力量 这就是怕自己一旦真的独裁了 没有底下其他的所谓民主力量的制约 这个党迅速走向崩溃 走向瓦解 对 虽然那个党上来的时候是靠着偷鸡摸狗 靠着耍流氓 动小心思 但是最起码这个党还出了点人 还有这个想法 可是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这个党完全一进入独裁体系 没有任何党的内部民主机制 党的外部更没有民主机制 那就瞬间就等着倒了 这就是一个瞬间就等着倒了的一个体系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打倒 一定要彻底的打倒 解救中国的方式 特别简单 我以前已经给大家写过 就是民主 任何形式的民主 只要是现在能在国外走通过的 跑过的成熟的民主拿过来就行 那如果整个国家实现这个民主 不行 那就拆分了 我们就把很多地方人的独立 变成各自的独立 变成各自的联邦 各自的民主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对这个地方的人民最有好处 执政的这个机构 为了让未来自己还能够执政 还在台上 他一定要变相买所有人民的好 而我们每一个人 中国人老百姓 手里都有一个东西叫选票 一个人一张选票 一个人一张选票 这个选票就代表了 这个地区也好 这个国家也好 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的发言权 对 而由于民主的民主 在野党执政党和其他的第三方 邀请的 甚至于是国外机构的监督 这种选举的过程 在现在的过程中 是极成熟 可以做到很透明的 这个技术很透明 很成熟 就是做到极成熟的透明机制 保证选举的合理性 这样当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选票的时候 这个时候任何执政党 如果不为人民做好处 不让人民提供更多的满意 这个党都不可能在台上待的时间长 更不可能这个党里的干部 明目张胆 把一个国家和人民的财富 揣到自己兜里去 更不可能出现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挺合适的 中国太大了 我刚才讲的很清楚 如果你要觉得太大了 那你就可以让它变成联邦机制 划分机制 很多时候给我讲 这要事 那就不统一了 我说句操话 统一不同意跟你有屁关系 你们活着都跟蝼蚁似的 中国就是大中国 连俄罗斯都统一过来 都是中国土地 你们每个人跟蝼蚁一样活着 奴隶一样活着 每天被鞭打 每天要上摇去背砖 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你有意义吗 有没有意义 你分化了 你变成一个很小的国家 像湖南省 湖北省这么大 它就是一个国家 但是人民的生活 能够把这个省里 所有的资源都让人民去享用 人民能够过上很有福气的生活 而且政府所有的资金 都是透明的 为了搞好 不得不大量的促进商业发展 导致商业上的收入能够增加 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这个东西是不是才是有意 人就活一辈子 我们就活一辈子 没有办法倒行 过二十岁没有二十岁 过了三十岁没有三十 过了四十没有四十 一个人如果从出生以后 接受所谓的共产党教育 到六十岁 回头一看 这一辈子白活了 除了像个蝼蚁一样在底下 为了生存 为了还债 为了最基本的活着条件 活到六十岁 然后一睁眼就准备死了 这一生中活着干什么 这是不是人应该活着的意义 所以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必须打倒 习近平和他下面 所有这些人必须打倒 他们的存在是这个国家 这个中国不能把这个国家的财富 把这个国家的条件 给人民最大的一个障碍 最大的一个障碍 中国人有很多的缺点 有很多的缺陷 但是在努力为社会提供生产力价值方面 努力提供生产量价值 中国人是很勤劳的 按照中国人的勤劳程度 因为我在海外生活 我真觉得海外哪个国家的人 我见过的都不如中国人勤劳 理论上 中国人这么勤劳 这么努力 应该比海外哪个国家的人 过着都舒服 真的是这样 对吧 黑在海外 靠给人家做包子 做饺子 靠黑在这给人做保姆 就这样 一年最起码攒一二十万块钱 就这样子老大爷老大妈多的是 这个收入很多时候达到什么水平 中产阶级水平 对啊 达到了很多中产阶级水平 在美国一年十几万美元的收入 就是中产阶级的上限了 就是上限 所以大家能够想到 中国的这些努力的勤劳 为什么中国人从卖猪仔开始 一直到现在 哪一个地方只要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哪一个地方的中国人大致活着 都比周边的人活着生活条件 平均看水平都要好 受排挤 受种族歧视 受打压 甚至语言都不太通 但是他们的收入条件 生活条件 还是能比周边的很多人高一些 这就是中国自己本身这个人很努力 很向上很勤劳的 跟其他民族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 只要它是民主制 只要这个国家能保证 它的执政党 把这个执政党控制的权力资源 必须给老百姓享受 否则再给党就能够马上把它干掉 甚至弹劾掉它的情况下 那这个国家就完全不一样 军队有特别成熟的机制 就跟美国一样 跟很多国家一样 完全可以由联邦控制的相关制度和体系管理军队 如果真的全拆分 那军队就拆分成每一个地方的军队就完了 如果是联邦制 那军队就在联邦制接受总统的相关管理就完了 军队什么时候会出现 国民警卫队什么时候会出现 只有遇见大的危机和灾难会出现 也是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去进行 就完了 挺简单 所以呢 中国 其实我跟大家说 这个国家是为什么存在五千年华夏 五千年华夏的中国存在 是让所有现在的中国人 能因为五千年的文明过上好日子 那这个五千年华夏 它五千年存在的有意义 如果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存在 是让一小撮人 把整个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 然后把人民当作奴隶拼命欺压 让大量的中国人活到一辈子 不管是四十五十六十 回头一看 这一生中除了拼命努力 像一个狗像个蜂蚁一样活着 攒财富 然后变成了一个富翁以外 什么都没闹到 连婚都不能结 孩子都不想生 那这个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基建 对于中国屁用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呢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留言 在我评论区 大家也看见 跟我说 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 如果推翻了共产党 中国会更差 你错了 不可能更差 这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国家 怎么可能会更差呢 齐奥塞斯库推了 罗马尼亚更差吗 就大家想想更差吗 就怎么可能会更差 越南如果把社会主义推翻了 它能更差吗 俄罗斯当年苏联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吃不上饭 很多问题要出现 大饥荒 解体了 虽然它最后还是用了类似于社会主义 还是人杜马制度 还是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它的一些小的自由民主概念 进来会比那个时候的苏联 人的生活会更差吗 有人说 詹老师 苏联武装力量很强大 对 那你要比的是苏联的武装力量强大 还是人活得好 如果苏联那时候活的人 他自己吃穿 跟现在的俄罗斯比 他觉得现在的俄罗斯的吃穿用 都比当苏联的人要好得多的多 那就应该说 它这种转化是有意义的 以人为本 所以呢 中国呢 一定要变成民主机制 哪怕把国家完全拆了 也得变成民主机制 现在的中国能够 还这么活着 就是因为 人们的压榨出来的东西 还有空间 还在炸 还在压榨 没有文化都没有关系 中国没有积淀 没有文化没有关系 只要是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 我再说一遍 我在世界这么多国家 以前也待了将近十年 在国外 现在也是到处 中国人确实是很努力 很勤劳 很愿意为 自己生活的幸福快乐 更多的付出的一个民族 中国人 人种 所以呢 中国人如果 这个国家 这么多这样的人种 你想 散落在海外的这些人种 在语言不同 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都可以活得比周围的人活得 要更舒服 更好 那你想但凡中国的制度 能改一个好制度 这么多人的都在的情况下 这个国家 如论如何 也比以前 人要活得幸福程度 强大的 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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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会不停的洗脑 才会告诉大家 没我们 你们过不好 他已经在现在社会中 把中国人压榨到极致了 但是他不这么嚷嚷 不PUA 不洗脑 他都没有 妄下执政的可能性 都没有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应该学新加坡 不是勉强 是真的要加一个新加坡 我觉得中国的人 所在的新加坡 是能够给我们一个 特别棒的一个榜样 澳门太小了 没有自然资源 所以澳门的赌博 也不了什么 香港如果没有 中国共产党的强权 还是原来的香港 香港没有所谓的 中国共产党完全的改变 还是自由的发展 最起码香港还有三四十年 很荣耀 很光辉的好时光能走 所以呢香港完全是被中共干死 我们从香港都能知道 中国人 为什么他们会很努力 很勤劳 对啊 所以呢新加坡香港 都是中国变革以后 特别好的一个典范 说为什么我不聊台湾 其实台湾呢属于变得不好的 在我的眼里台湾属于半变不变的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台湾从上至下 从里至外 有太多中共的影子在里面 有太多中共的人在里面 就是台湾受到了很深刻的 独裁思想和独裁概念的影响 以及利益的这种侵蚀 所以台湾呢不能算标准 但即使如此台湾也得搞经济 台湾人的生活 台湾民营企业也蹦出了很多 全世界最棒的民营企业 所以只要在中国人 占多数能有统治力的国家 搞资本主义 搞民主制度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啊 只要干这个 包括台湾在内啊 就不要提新加坡了 如果香港没有中共干涉之前 大家好好想想 这些中国人为基点的国家 国家我们都可以叫的国家 地区啊 是不是都是经济特别好 收入特别好 大家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对啊 大家都想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 在评论区留言 我不管它是什么目的啊 好不好 但是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不是中国离开了共产党 不可能更好 是只有推翻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才能更好 然后又说说推翻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还能出现独裁机制 不可能 当中国共产党被推翻 这个力量起来以后 这个社会开始整体动荡以后 这个国家的人 你还不知道中国人那点怂性 一旦最上面那个中共被干死了 被推翻了 那与中国人的怂性 谁还想在现在 现在的中国情况下 去干一个独裁 专制 你觉得怎么会有可能 没有任何可能性 真的 没有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正常的 跑不了的 聊点不能上电视的事 我说这个东西能上哪的电视呢 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推翻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好的统治 中共不推翻 没有好的统治 你说这是一个都知道能上电视 那我就挺想问问你能上哪的电视 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得出来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里面都有大量的议员和相关的人员是被中共收买掉的 在中国当首席代表的西方的企业的手带 被中共玩着转的玩死的就更多 给这些地方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所以目前还没有说欧洲或者美国任何一个这样在全世界有实力的国家能打出一个口号 就是必须推翻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类世界才有可能有发展前途 没有 就大家很多时候还某种程度抱有希望 当然了 我也很希望这个 这种现在就是所谓抱有希望这个状态是为了迷惑中国 因为现在全世界共同的敌人是俄罗斯 在俄罗斯这个敌人没有干掉之前 欧美现在还没有精力去对中共的时候还要去绥靖政策 还不能给中共很大的一个提醒 但是一旦俄罗斯被干掉 欧美能腾出手来 那就可能有时间完整的对这个东西有 对中国有包围有影响开始去做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拿历朝历代比没有任何意思 拿历朝历代那你们有没有知道全世界这些国家都是从独裁统治进化到民主统治的 按你说历朝历代中国都是独裁没有民主 那法国也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有大革命 欧洲也不可能有民主 对啊 都是从独裁君主制进展到这儿的 路易十六是被砍了头的 夫妇两个人都被砍了头的 所以怎么会 因为历朝历代都是独裁 所以中国就能一直独裁下去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组织军团在国外这个事呢 不是说行不行 我也很坦诚的说 你没有力量 就是我一个人 我在底下做一些 呃 架着国际上的名头 国际上的名声的一些事可以 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开始去干 切实的 要跟中共对头的时候 你们要知道中共的维稳经费有多少钱啊 啊 中共有多少人呢 所以呢 那这个力量跟我的一个力量比是 目前是比不了的 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也说了 谁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个事 我可以去帮助 我可以去干这个东西 咱们可以现实点做相关的体系 啊 我可以切获得回头 我可以做好吗 我可以切获得回头 我可以切获得回头